文化財 曾牧師帶領我們的祷告 接著 我們要請這個董事李永同長老 來簡直 我們基金會成立的審慕 長老姐 各位弟兄姊姊大家平安 2018年吴老师生了一场大病 他说是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很好笑 大病但是没有病 到医院检查 医生都说你没有怎么样 照X光做什么MRT 全部做了都没有生病 但是他每天就是 海海餐 血压高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人躺在床上都站不起来 然后就是跑遍了所有的医院 星光 马街 台大 还有卢州附近的诊所都跑遍了 但是就是好不起来 他也没有生病 医生也没有诊弹的时候是什么 没有 所以这个大概有经历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吴老师有一天 做了一个祷告 说主啊 你要留我 你就让我活起来 站起来继续为你做工 要不然你就带我回天上 天上是好的没 无比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祷告 吴老师隔几天就好 就起来 他就跟我讲说 庸通 我要成立基金会 财政法人基金会 你去找律师 我就找了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林律师来 然后吴老师就讲 我们这个基金会一定要做一个宗教的 因为我们赞美超就是要传福音 就是宗教的 所以律师就照他的这个想法去申请 就以宗教的名誉去申请 结果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宗教的是等于说 你要设立一个教堂 我们赞美超总部 那个装潢是不合格的 建管处配合社会局来勘察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要怎么改改改 然后请建筑师来看一看 要花好几百万来改 而且要前后左右上下 所有的邻居都同意才可以 而且同意不是口头成论 同意他要签切结书给你 就是非常的麻烦 根本没有办法成立 那林律师就跟我讲 还跟吴老师讲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比较可能 所以用文化艺术 这个名誉去申请 那这个教堂的这个 就已经拖了大概半年了 再来再申请 吴老师说不行啊 我们怎么文化艺术呢 我们是为主做工 他说没有关系 律师讲没有关系 你就在你的章程上面写 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功成立的 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要 为上帝做工 吴老师说好 那章程有写 那也可以 结果送件进去的时候发现 新北市政府改条例 好那就再拖下去 再拖拖再拖拖拖 好就疫情发生 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最后新的法规出来了 疫情也换了 他就准我们成立了 准我们成立的时候呢 当时的规定 就是现在的规定 是现金五百万 放开户头现金五百万 放在那里 不能够也不能领钱 不能领出来用 但是可以收那个利息 吴老师就跟律师讲 他要奉献他的 我们的总部的房产出来 五楼62.5平 五楼之一42.5平 六楼62平 一共167平 还有四个车位 车位那个平数也算在里面 就是一共是189.5平 那吴老师 他现在住的地方 我说吴老师不要 你现在住的这个就留着 等到有一天你回上帝那里 那时候再讲 他说不行 遗暑要写下来 现在遗暑写好了 也在律师见证之下 他回上帝那边 那个还要捐出来 不得了 那个律师听着 拼着脚就要扔掉 把电话给我 说李董 你要跟吴老师讲清楚 这个东西捐出去是拿不回来 那你经营不下去 就变成国家的 也要跟吴老师讲清楚 吴老师说 没有 我决定了 这跟吴老师我想他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跟他讲 最后一句话 你把你的所有的捐出来跟我 那个财主吓一跳 咔弄你 不行太多钱了 吴老师是反过来说 不行 连我住的这些都要捐出去 总共吴老师捐他的现金跟财产 一共多少钱 我算给你们听 吴老师那时候买这个两层是42万一瓶 现在增值我估计大概50万 要不然怎么会有交增值税 因为你把这个房子过户到基金会 你有过户就是要交增值税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 我跟律师讲 我们这个是捐给那个 就是不是盈利事业的 怎么还要交增值税 他说没有不管你 政府的规定就是这样 所以增值税又交了224万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增值 42万绝对是不值 因为你有增值才要交增值税 所以我这样把它算一算 吴老师500万的本来政府规定的 224万的增值税 189.5平用40万去算 我还把它算40 因为我的数学不好说 42万比较难 40万去算 7938万 这个房屋的价值 总共加起来多少 8662万 这个根本不是政府的规定 差太多嘛 捐太多了 那你用市价 如果50万是10174万 所以说吴老师这个决心是真的很大 一般你只要500万就可以成 你为什么要捐那么多钱 因为耶稣讲 你把你的所有都拿出来 跟随我 吴老师就现在就是这个心境 所以 而且呢 你去查查看Google 这个财团法人的这些法规 你看看 吴老师 就是董事长是负全责 如果这个账户有问题 是怎么样 根据这个条例是贪污罪 是政府的贪污罪 判刑是四年半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这个裁判法人是非常严谨 非常不可乱来的 所以你像我们中山教育也是财团法人 你作杖出问题 董事长就先抓去了 所以吴老师的决心你们都听清楚了 所以过去有一些公级的 你们好好的想 这个真的我觉得吴老师 我们这个赞美 吴老师做这个 这个事工就是好像保罗身上的那一个赤 我跟吴老师那时候有时候受到攻击 吴老师从荣兴教会 荣兴公民开始就受到攻击 一直攻击到现在 前一阵子还有攻击 说你看 你这个基金会申请是玩假的 要不然怎么会申请那么久 没出来 到现在还在攻击 那我跟吴老师讲没有关系 这个是我们一个驱动我们进步 这些攻击都是好的 这个攻击才有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要不然可能吴老师觉得很高兴 做了三级就算了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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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攻击就是我们的进步 你想想看啊 耶稣有没有把保罗的赤拿掉 没有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激励我们进步的 所以今天就是有这些攻击才有今天的基金会的成立 我们鼓掌 我们鼓掌 接入我们的上帝 所以 等一下奉献的时候 请大家来奉献 你要奉献这名 都开得清清楚楚 因为这个藏 不清楚都不行啊 所以我们 为了这个事工 大家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上帝的事工 你要奉献一份力量 不是光金钱 我们在做所有跳赞美操的人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是负担传福音 是负担耶稣的大使命的 要不然你做赞美操干什么 我们就去随便跳操都有啊 排舞也可以啊 赞美操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靠赞美操来为主传福音 让他能够传到世界各地去 现在我们前一阵子 我听吴老师讲说什么 非洲有一个国家 吴老师 反正就是非洲有 可以啊 竟然黑人也有在跳赞美操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事工 所以 请大家要记住我们要努力 这个基金会成立了 要更努力 为主做工传福音 给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永同长老给我们来述说 这个成立的艰辛 接着我们要请两位老师 来回顾 来回忆我们赞美操 然后他们在参与的这些故事 首先我们请 蔡璋月脸老师 来分享 她是香港老师 她是香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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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 我大概十九年前 刚信主的时候 就接触到赞美操 可是呢 说是赞美操 可以说是赞美操 陪伴着我 的信仰和灵命的 一起成长至今 也感谢主 借着吴美云老师 创作的赞美操 我看到她 祝福了很多的生命 抢救了很多的灵魂 而且将神的福音 广传出去 记得我十几年前 在香港的时候 刚刚进入赞美操服侍团队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增长 觉得是否被人家利用去赚钱呢 因为经常听到一些闲言闲语的 难免有这种想法 结果呢 我服侍的时候 都是畏守畏伟的 没办法转身投入 有一次啊 我在书店里看到 我们在书店里 门口都放着一些 畅销书的来行方 一二三这样子放着 那这书就放在当眼处 我就顺手拿起来看 这个时候上帝就在我心里说 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你会介绍给其他人吗 我说我会啊 他又问我说 你会不会觉得便利用啊 这样子 我说我会啊 他又说 那你为什么在做我的工的时候 又那么的计较啊 那这样子 我突然间就明白过来 那我又又想起 在圣经的心愿里边有 书里边有一个葡萄园的故事 原子是被炎家炸责骂 在发工前的事情上是不公平的 还有 还有玛尼亚是用香刀去包耶稣的故事 也被门徒责备他浪费嘛 所以我想起来就是 耶稣经常就是责备我们小信的人 没有责备我们 没有读经的人啊 小祷告的人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小信 是我们担心天父不能够骗差全地 他自己要来监测这样子 好像我有时觉得我们都睡觉啊 但是监测的那个是不睡觉的 以后就问问自己要不要睡觉 感谢主 感谢主圣灵的帮助我 其实的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 让我能够全情的投入到 在美超传福音的工作上面 也增加很多真的许多生命 在赞美超中被建立 被祝福 吴美云老师现在将他 所有的都奉献给赞美超 基金会的成立 都是为了赞美超 能够永续地经营下去 发展下去 为的是为主 耶稣的福音 得以折折赞美超去广全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们要好好的利用 能够参与在这世宫中 都是恩典 我们都是恩典的人 虽然见上的只是 微服足道的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相信 他也必会得到主的赐福 跟纪念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蔡昌岳的老师 他分享 香港的团队 他们是 我记得好像 第十 十周年庆的时候 是在香港举行的 所以呢 他们的教导 都非常的认真 接着我们要请 我们施沛一老师 来分享 他的见证 各位大家好 我是施沛英 今天是 谢谢 今天是赞美超 满今年什么 满二十年的日子 时间过得好快 怎么一眨眼 就这么快啊 我记得刚踏入 荣江路的 荣江街那个时候 大家都叫我 配音妹妹 结果怎么现在 都没有配音姐了 所以 回想起 当年呢 在荣江街的时候 总部的吴老师 年纪就是 我现在的年纪 所以想想 那时候的老师 是多么的硬朗 多么的健康 脸上永远都是 笑脸迎人 言语永远充满赞美神 以及鼓励我们这些小辈 鼓励言语 至今二十年过去了 吴老师也经历了 大大小小的病痛 以及失障的离婿 操练出 对神更敬虔 更柔软的灵敏 赞美超这二十年来 我也所望了十八年 看着吴老师 一步一步 紧紧跟随上帝的指引 也顺应圣灵的启示 带领着我们这一些 小哪里一起向前走的 将回传遍地境 只记得当年 荣江街的那个住户 对我们的每一次的聚会 以及上课的人潮 我们发出的声响 他对吴老师 是非常的不友善 他发出很不友善的要求 所以吴老师每次开会的时候 都非常为难 因为房子本身老旧的结构 无法做出弥补的合音效果 也无法禁止学员们 兴奋的音量贯穿到整个中题 所以吴老师只好做出 初受老拨 迁入新居的决定 这个决定很难 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教钢琴 一口两口一口两口赚了钱 对他来积攒他理财 所以买了这个房子 连着山间 他把它打通 来做起居 以及他的福音中心 以及教学来充分的为主所使用 这个地方他必须要买出去 所以他很 说实在的还真难舍得得 那从台北优越的生活起居环境 那边真的很好 出去就有得吃了 非常多的吃 签到目前的卢州总站 捷运站这边 他为的就是要方便学员交通路况安全 做捷运是很方便的 也是这七层楼的单纯环境 让吴老师可以安心的创作 容神一人的赞美超文群 我要诉说的荣耀是 让吴老师再次的见证 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 当时的房子在买卖的时候 吴老师已经有七十岁 银行是不提供贷款 给这个新房子 那就是说要全额购买这个房子 刚刚已经听懂同长老 讲的那个价钱 所以当旧房子的售出 罚人问津的时候 吴老师就很担心 眼看着定金的有效期就很高 如果我们的尾款 没有全额购轻的时候 这个定金就像飞走了 就没了 吴老师他的日夜报告 他也请我们全体学员 一起齐心的为这件事情 向神来呼求 求神来成军的吴老师 他要成就当时的神国度 吴老师甚至觉得再还不够 所以他邀请了三位同工 前往宝告三 我记得是苗栗宝告三 去肯借静食宝告 请听神的心意 接着我们四个人 也请牧师来带车 询问神的心意在哪 我们四个人 后来就是带着平安喜乐的心 下山回家 没想到隔那两天 我就接到了吴老师的电话 我永远也忘不掉 吴老师那个兴奋的音调 嘿 房子卖掉了 哈利路亚 实在是 我当时是鸡皮疙瘩掉满地 因为我第一次体验到 神真的是不误事不误神 原来赞美超的各项事工 是如此蒙神的祝福 所以赞美超是神设立的 是传福音最美的工具 哈利路亚要一切荣耀送在 归于我们至高唯一的神 阿们 谢谢四分音妹妹 给我们带来的历史的见证 好 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奉献 那么 关于这个赞美超基金的奉献 我们在最后一页 我们可以利用转账 ATM转账 或者是银行转账的方式 要记得我们的奉献并不是一次的 而是要永续经常性的 要鼓励大家看你的感动 也鼓吹我们来跳槽的这些参与者 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壮 我们对吴老师的这种创作的这种感动 我们应该要持续的一个回应 那户名是什么呢 财团法人 新北市赞美超文化艺术基金会 那它是台湾中小器银如洲分行 所以银行的代码是050 银行的账号是15412035825 所以 愿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的感动 我们要经常提醒 看到赞美超这种事工的需要 也看到我们自己所应该要有的责任 感谢主 如果没有其他的 我们就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主导文 主导文后 请林真坤牧师来助导 助导完 我们一起来合唱主赐平安 我们一起来合唱主赐平安 愿人的责任 愿人的责任 愿你的名为神 愿你的国将领 愿你的国将领 愿你的知义心在地上 如同心在天上 我们一起来合唱主赐平安 我们旅用的意义心 即日赐给我们 愿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年了人的债 不将领 直到永远 保佩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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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佩 愿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 天父上帝极大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充满于祝福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特别与吴美云老师 以及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远 Amen 来唱 赐平安 我留下平安寺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寺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寺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寺给你们 我做此地 不想使人所济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做此地 不想使人所济 你们也不要胆怯 我做運安寺给你们 完成 Psalm 我留下必要赐给你们 我将过的必要赐给你们 我留下必要赐给你们 我将过的必要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 你们心里不要有愁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 你们也不要感觉 主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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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过的必要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 你们心里不要有愁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 你们也不要感觉 主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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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要求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不助地祷告 不助地祷告 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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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